蓝白河到现在都还没有结论 外传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日前透露说11月3号是最后的期限 也隔空向柯P喊话说火车就要过站 不要真的到了3号这一天呢 不过现在到了3号这一天 国民党的这个主席朱立伦跟侯友宜 似乎又在继续堆叠善意 朱立伦还特别强调说 从来没有讲过3号是所谓的截止日 这一天就没等了 时间也没等了 侯友宜11月2号受访时 话说得重火车过站就不等了 外传3号周五是侯友宜谈整合的最后期限 不过真的到了这天 以最大的善意跟诚恳其手合作 从来没有讲过今天是截止日 蓝营两人有默契把姿态放软 把火车车速再放慢 这一点我想柯主席一定要很清楚 这是媒体设下的不是朱立伦讲的 更不是侯友宜讲的 下一站真的还没到 柯主席还是能上车 国民党绝对不是为了要赢过柯文哲 或赢过民众党 侯市长只有一句回答 完全尊重党中央 这党协商谈判层级 以及拉到主席对主席 但依旧没达到最大共识 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就顺着柯文哲的脉络 提整合解方 柯文哲的这点应该让 5%我建议 蓝白整合列车开了大半个月 就是没携手前进 柯主席朱主席 两位车长先生的下一站 幸福什么时候才会到 接下来李明洪台北采访报道 观看